透過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一台小貨車通入入口後 突然偏離車道 衝撞停著路旁的休旅車 跟著再往前來推撞前方兩台轎車 而這麼一撞呢 貨著車頭嚴重變形 而駕駛是一度受困在車內 而消防隊員到場後 是協助將駕駛來拖困後 緊急來送醫 那請聽一下稍後訪問 好 這裡車禍呢 就發生在二十號下午三點多 二十五歲黃信獲車駕駛 疑似開車恍神 行星攤子區中山路二段時 突然偏離車道 衝撞路旁三台轎車 而駕駛呢 雙腳疑似骨折 那麼幸好意識清楚 而警方到場呢 黃信駕駛沒有酒駕 詳細的事故原因 沒有帶理清